Hello Hello,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技術問題也遲了一點開球 想不到 做Live 很多時候都有這些情況 這個世界上最原始的問題 就叫做燒Fuse 我們差點以為做不到 現在是11月36日 這麼快 2016年 接近尾 還有一個月 各位, 很多大事發生 多了一點 很多 多了一點 慢慢變成大事好像變成小事 還有是習以為常 都習慣了 都不能說習以為常 第一件事當然是說釋法 釋法這件事 其實上個月阿楊跟我都談過 那時候還沒釋法 還沒釋法的時候 提了幾個問題 很過癮 劉俊圖今天的《四川民》文章 又插載了 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上一次已經說過 釋法這件事 並不是一年左右 誰都能盡力 是會沒完沒了的 因為那些pandora box 一爆出來之後 你真的收不到課 固然你說 吳三桂引青兵入關 搞到要干預香港體系 但是 後果 就包括了 例如他把這個有效日期 倒退到最索力的問題 去到97年7月1日 那就很好玩了 好 那是不是 97年7月1日 開始所有宣誓的有權可以JR 其實有人得益 那些律師會有很多事情做 謝謝他 不過問題是 JR這下午就很過癮了 歷來這麼多宣誓 都全部可以JR 那就糟糕了 十幾年來 那些立法會議員通過的法案 是否全部有追索力 當然是 如果任何一屆裏面出了問題 那就是你那屆立法會有問題 你那屆立法會有問題 而那屆又有份通過的法案 哪有沒有問題 一向都有反中亂港的 在裡面的 照他們的宣誓一定不對 你那個追索權的問題 就是沒完沒了 就敢死去追索權 因為有大量的外國勢力干預 由97年7月1日至今 我們說除了高能組別的議員以外 其餘那些不應該有外國國籍的 那如果又這麼巧有 他又有份通過了那個議案 郭靖町的小事 大家報大了報錯了 不好意思 Sorry to correct 因為由基本法起草那天 開始講數 都已經講了 香港的立法議會 不是以外國為基礎 因為沒有一個叫香港人的國籍 所以已經講了 可以有容許若干程度的外國護照 持有人去參與 你走不走進去國際化 當然他不會講明叫國際化 那你就看看 在工能組別裡面 有很多外國商會 他都是有權去投票的 是 工能組別我理解 同樣道理 你在立法議會裡面 代表這些人本身的議員 某個比例上 都可以有外國國籍 是沒有issue的 但這次釋法 不是有些變法嗎 因為釋法 現在就變成要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及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都是包大了 是嗎 都是包大了 顧之前你所說的 是對的 但並不引申到 你不可以拿著外國護照 而入立法會 因為你拿著三顆星 你可以怎麼所謂 看看你怎麼演繹 因為現在是最大 記得你一班人拿著最多外國護照 這個才是最重要 就是他一定 即是有沒有可以爭辯呢 譬如舉例 你懷疑他不真誠 這是雙重效忠的問題 就是這個 你便爭辯 沒完沒了 所以我知道我是沒完沒了 並不表示一定他會死定 是 而今天劉俊濤寫了一篇文章 又很過癮 我不說神的病後 豬腳很會死去過癮 首先明白劉俊濤 他明報總編 故事新聞足夠很準確 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 他本身小時候讀法 所以基本上他的法律是非常清楚 他是這個港大辯論隊的代表 非常清楚 變成他的準確程度 以及刁鑽程度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到 相當高的 相當刁鑽,經營刁鑽 變成他留意到一件事 不是太多人說 就是所謂侵權 即是人大干預香港的法律 諸如此類 他就留意到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就是法院 香港這一邊 反過來 全部都拿了 多謝 麻煩 因為根據香港法院的理解 這個人大釋法 反過來 把所有解釋權 賦予了給香港法院 法庭 你猜之前那個主席不能夠監視 沒有權 沒有權 而解釋什麼叫做不忠誠 不真實的話 那你發覺解釋了法律之後 你要依法 依法誰去行使法律解釋 法庭 香港法庭 說清楚 香港法庭 除非直至讀 你又再來一次釋法 這個試過的 就是第一次釋法的時候 法庭判了 政府輸了官司 結果當時的董政府 提請人大釋法 是不是關於這個雙非 在香港產子 居港權的問題 令到那些 向外面靜坐 示威了很久的 那些欠居港權的人 一下子還未 那時候很多人支持他們 開心了 如果那時候的業樓來這裡 業樓真的變成本土法領袖 不要過癮 這些時空一調 所以其實你說 是不是那個權去到香港法院 隨時可以又再釋多次法 雖然就是 只能說是沒完沒了 但是這次很明顯 那張牌呢 就不是說 別人玩了 是 那是超過癮的 雙面印來的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是嗎 不止雙面印 很多隻叉叉都出來 發生什麼事 你拿牠不住 像你的貓一樣 哄牠不住 罵牠不聽 即是失敗武器之手 總之你搞牠不行 又癌又慘 而劉俊濤的說法 是很過癮的 因為如果有解釋權 你再有追溯力 陰公 之前發生的事情 可以重新來過 其實架空了 就不單止是行政機構 不單止是立法機構裏面 那個立法會主席 也是監視權 他的著情權也不存在 但是牽引到另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說 那個宣誓那一下 是要由法庭才有權解釋 嗯 上次有人DQ了梁天琦 不讓她參選 那一下就算是什麼 你不算她真誠宣誓 你不信她真誠宣誓 但她解釋在法院那裡 梁天琦會不會出來JR 有得追溯 還沒有多久之前 幾個月前 新鮮滾熱蠟 所以這一下肯定是沒完沒了 弄成什麼樣子 不敢爆 總之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 事吉馬行田也好 陰謀論也好 是屎蠢到鼻 絕對是 極蠢 因為她似乎是想解決 面前的這個危機 這樣就觸發了更多 一連串的潛伏危機 這些潛伏其實我們也不覺得 那麼潛伏 都是眼見和可見 將來就會發生的事 等於另一件事就是異和團事件 有人接見了異和團的領袖 我不是說疑慈 接見那個異和團 混蛋 幫狗出聲 不是幫狗出聲 我是幫狗出聲 然後就去面勝 接受到這個很高的禮儀 大粒麥的加持 國家領導人的加持 諸如此類 有這些人都在 可以團結香港 其實呂王的觀察是沒有錯的 有些人的思維 的能源金魚 不會差很遠 只有兩秒鐘 你為了解決手上的事情 你就要搞釋法 然後釋法搞出一個大頭 肯定沒完沒了 而同時一件事 就等於當年的時期 就要請這班 刀槍不入的異和團 去對付那些洋人 你這麼不忠心 你扶青滅洋 這些叛國賊 袁北扮洋鬼子 我就斬你 當年你同一個道理 非常愛國 非常愛國 扶青滅洋 怎會不愛國 假洋鬼子 異鬼子 全部斬草除根 當然還有圍攻使管 所以解決了一個眼前問題 起碼是眼淵的問題 他主要是 眼淵的問題 異和團本身是反清的 原本是 他想利用這個 兩邊都是敵人 不如找一班最盲目的 那班是砌另一班 真是有料到的那班 最後由有料到的那班 砌倒了那班 漫無的那班 結果不就是 天下大亂 對他來說反而是有利的 因為扶青滅洋那班 對他最大威脅的 羊鬼子打完你便走了 因為他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平時亂開我 你現在居然這麼投誠 我當然是用你了 還有人海戰術 沒錯 人海戰術來說 我兩個敵人 突然變成自己的男人 去打我的敵人 如果隨便一變中了 我也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他沒有考慮戰鬥力的問題 我告訴你多多人 現在擺明 剛剛去了另一個層次 想提升某一些 新興外國團體的戰鬥力 那些本身真的沒有什麼戰鬥力 大家也看到 動員得出來的人 走的時候 就把空階的五星紅旗 特區區旗丟到四處都是 又不知道解釋權在哪裡 很過癮 你明明將國旗擺在地上 不是普通那麼簡單 大家正在踩 而且不是一個這樣做 而是集體 很有系統 還有主辦單位 不能追究 國旗指示 樓級某些人踩的 就這麼簡單 大家要聽一下 一個謝議員的解釋 他說一定是不小心的 謝議員的解釋權 我很邪地 我剛才撞到他 又不知道有沒有JR這件事 不小心應該是要懂法 如何定義 在法律上如何定義 要潮來興識法 潮來興出法 潮來興電法 潮來興展法 什麼都有 我如何為不小心 你不懂我怎麼解釋 所以你說我 不小心插錯了旗 你就說我就是叛國 鄭松他可能看錯了旗 調轉的位置 他幫我擺放自己 還有郭斯文的蘭花壽 他可能真誠你白癡 他可能真誠你白癡 你不制止議員真誠你白癡 多少議員真誠你白癡 議員天生是真誠你白癡 那你不會做議員 所以變成議會裏面很多真誠白癡的議員 白癡但是真誠 真誠就可以了 他不是踩國旗 假如很有系統的把國旗塞進垃圾桶 擺放在地上 找很多人去踩他 在這種情況下 到底是哪一樣 才會違反國旗法 那這個是不是集體 真誠你踩國旗呢 這樣有 我們要如何解釋 沒錯 解釋的問題 釋法 我不知道鄭議員 會不會釋法 我記得以前 因為污損國旗的被告 通常是個人的被告 這是有團體的組織 有團體有組織 可能這些團體 在這種污衊國旗的團體 分明吧 是很集體的 數以萬計 你不要說下次去廁所沒有廁紙 我很愛國 不過是純手有次國旗 嘩 怎麼用啊 摸過的質素很好 做得很好的 大家想想 最近奧運升國旗的時候 那四顆星的方向又不是很正確的 那個正有一個角度的問題 這些外國真洋鬼子搞錯事 不是不是不是 在國內印刷的 國內印刷的 你下錯命令 那他是不是真誠地犯錯 但是他令到這個國家 在國際層面出手 那到底 變成了這個釋法事件 又是那句沒完沒了的 就是拿來玩 有人這麼蠢去做的話 看看他怎麼玩 但是 另外一個有影響的反而就是 釋法之後 你DQ了兩個人 再來對著這個小例 極有可能 說陰謀論是甚麼加科 就是說要製造一個 給建制派重選的機會 現在說的到底是 因為每一個區都沒有了一個人 變成單議席單票那種選法 還是暗粗製造多一個空缺出來 做比例代表的 補選是怎樣 現在正在吵架這件事 說法就是 如果是比例代表的選舉的話 建制派會贏哪些 絕對是 比例代表本身就是為了 建制派在97之後 有人入到局 我們記得最初立法局選舉的時候 九一年 所有建制派大粒樓 單議席單票 對陷全部都輸了 到97前的最後一屆 立法局選舉 都是全部都輸到借 最經典就是 曾鈺誠輸給廖誠 所以才是 這個比例代表 就是來確保建制派有人入去 結果這個比例代表 又是沒完沒了的問題 就引了很多 又是沒完沒了的 還有另一個陰謀論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實際 利益層面上的理解 現在我當然是 因為這次立法會的選舉 對非建制 泛民本土 沒有盡力 有盡力 有盡力 這次做了這個釋法之後 一連串的後面DQ DQ 會不會加上DQ 都十個呢 重新選舉 接著有些什麼 真愛國 接著幫狗出聲 組織的陣型 鼓吹 以及大力的推動之下 會不會有更加多建制人 或者幫貓出聲 一定會贏掉他 幫貓出聲 我去投 我幫他助選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說法的比較陰謀 雖然我們這個節目也很少講陰謀論 少講私怨而已 陰謀無所謂 其實私怨都可以說的 其實因為這個又是講特首選戰 這個特首選戰距離很少時間 兩個月左右 雖然兩個月剩下都沒有人走出來 除了護官之外 當然大家理解為什麼 你越少時間 你就越少時間找黑材料出來 還有就是我已經組織了所有動員能力 我一埋牙就跟你硬戰 就不要像之前跟你打消耗戰 然後跟你慢慢互揭倉巴 大家都知道如果說到揭倉巴 連特朗普都不是689的對手 但是在這個 我想現在選民不在乎 其實不關我們事 根本不關我們事 我們都沒有份選 因為什麼未見過 我理得你是不是這個地窖 有酒櫃還是上面有泳池 你說她是鮑魚拉 生多個 你代了五千萬 你怎麼計算 大家什麼未見過 鬥爆 這個我不說核戰 但這個武器競爭 就出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玩慣選戰 分析選戰有什麼 叫做麻木 你刺激到某個地步 大家就不再受刺激了 就等於特朗普 擺明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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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轉或是死 所以這次為什麼 那幫傢伙計算 怕別人出黑材料 而遲入閘 我覺得不是太合理 為什麼呢 大家都明白 你什麼差得過 什麼差得過 現在台上那幫傢伙 你會有什麼差得過 他就沒有了 即使你是個白癡仔 但又這樣說 雖然現實客觀是這樣分析 但那幫陳德林 或者是雙爭 他們本身都認為自己是一個 不要說愛不愛國 我們說他們是一個道德人士 他們本身都是一個有頭有面 還有就是 你六八九的東西都讓出來 大哥 我的東西都讓出來 我就無謂太早入閘 讓你有機會讓我 我當然是 我當然是揣摩了誠意 確保我背後有這個大有力人士的護持 起碼要先開六燈 對 那我才走出來 如果到時我後面的碼頭 已經哼哼聲的時候 即是上次的堂堂出事 但現在怕跟聲太貼 沒錯 棋賽隊 所以我當然等到 我整個班底都齊了 我證明到給中央看 即是數票 這次問題是數不到票 所以變成你的惡性循環也好 什麼家庫也好 就是今次選委天下大亂 選委的選舉選情沒有辦法 如測的話 就變成你入閘的那些 就好像李王說 你數不到票 你數不到腳 所以泛倫說 現在力爭三百席 我不知道 最後差一點都出來了 但是你在那個 演藝界 演藝界 那個投票結果已經很厲害 很黃 很黃 有些人已經很死看不過眼了 在這個情況下 也有人說 所以今次釋法也好 689出來爭領投工 認了自己威 明明已經入了幾個JR 對於小麗 都要自己加多一個 還有人說民調 說民望升了 當然 有這一宗 他們差點點錯了 叫做分式法參 那一宗 千萬不要低估香港 對建制支持的民情 千萬不要低估香港 千萬不要低估香港 因為這群人通常在網絡上 他們不抱頭 對媒體和網絡都不抱頭 但是一個很強力的民意基礎 是在到的 其實不用這麼說 那麼複雜 我們就這樣去茶餐廳 只要他有一部電視播出CCTV的新聞 你就一定會聽到 剛才阿楊所提及的那種民情 還有我相信689 在最近這個美國大選 他們都學到 甚受鼓舞 甚受鼓舞 沒錯 因為看到原來是沒有經驗 還有這個爛仔 有餘 黑材料多到滿天星的 朝來興爛仔 沒錯 特朗普都能夠贏 因為什麼呢 就是協民水 他就以令這個國家 即使所有的傳媒不在你那邊 記住 其實特朗普的情況 跟香港的689 是很遲的 除了一個已經是在位 一個不在位 但你會發覺 原來所有的傳媒 即使一面倒地 反對你 不喜歡你 以及你的對手 其實是一個很有政治經驗的人 都好 有政治潔癖的 有光譜的 都好 你都能夠反敗為勝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你協民水 就已經夠了 所以香港有什麼能夠激起 很強烈的民水 就是今次 我們有梁柔 這兩位小學雞仔 出現了一場的好戲 又是那句 先不要理會 他是有心令無異 這也不是一個點 這個點就是 現在這個 最怕豬隊友 沒錯 就是給689可以利用這兩個豬的隊友 就令到他在這次 這個特首選戰 獲得一個很漂亮的先機頭籌 但這個也是很表面 你這些民調固之前不准 但如果說這個梁柔 這件事會有這麼大影響的話 那你現在的選委選舉 又不會這麼一面倒變黃 明白嗎 所以到了你公開公眾選舉的時候 其實就是補選那一下 會不會有效果 這個可能會見真張一點點 是 但起碼在選委會選舉裡面 是見不到這些影響 依然是一面倒ABC的 那你又看到689又出招了 他就出了兩個人 入了這個行政會 是嗎 自由黨 是 連這個 20元張也有 20元張 自由黨主席 連這個田兆 還有這個李鵬飛都出了聲 但這些選戰策略的話 我不知道要怎麼打牌 除非就是有人這麼死忠 是有機會有的 記不記得當年 第一個跳出來幫他站台的那些人 何喜華 就很傻很天真 很pure很true的那些 就被人老點了 再有人問他的時候 再給你選一次 你會不會選689 他竟然不表態 然後就過癮了 見過鬼不怕黑嗎 不是見過鬼不怕黑的問題 是反過來 你想一下 這次 誰是他的 就是殺父仇人 20元張 你20元張入了行政會議 不見何喜華入 你想沽什麼票 你想想 所以好過一個情況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說為了要沽自由黨的票 或者中產的票 或者小商界的票 你是要20元張入行政會議 先前呂王說的那些 以前是靠民粹的那些去哪 難道20元張入行政會議 這個又不覺得 我覺得他有另一些的民粹 有錢人的民粹 有錢人和店舖業主的民粹 既得利益者其實都很厲害 還有最好笑的就是 連那些既得利益者 有錢財團 以及大業主的受害者 即是他次一級的 即是我們說的滴漏滴漏 他是在第二層那些 小商戶 對呀小商戶 沒有他六個鋪八個鋪那些 但他會在罵 說只有李卓人 說經濟好的 我親耳聽到的 其實他就是這個20元張 他認為是他的業界代表 因為在說飲食界 而且這個時候 其實他都不認識自己的身份 其實是三文治裡面 那一塊沒有人要的青瓜 其實是又梅又縮那一塊 就是找了別人抽就抽出來 因為他是最擁有的 因為小商戶 你不是負擔起 這個香港經濟命脈的 這個主要幹部成員 反而就是 如果在政府價值的眼中 就是大財團 大業主 他們都有民主 因為他們譬如你看到 為什麼佔領運動 或者任何反社會 示威遊行等各方面 他們的力量這麼大 包括今次的幫狗仔出聲 外活動物體團體 你發覺他的背後 原來是很多金主 真可憐 其中有一個 我看到就發覺 糟糕 原來這麼多年不記得 有很多生意他做的 白老匯 是啊 原來白老匯居然是 這件事的其中一個金主 那個人叫李子良 白老匯電器老闆 還有幾間 但這個 剛才說白老匯的老闆 就是幕後金主 原來還有一些 是幕後金主 兼核心成員 義和團 是的 義和團的一個神打高手 就是這樣 所以很複雜 不過你剛才說的DQ 我覺得更加值得擔心的 不是哪些人有議席 哪些人沒有議席 還是補選的後果 而是依此例開了之後 他根本就是變相 隨時可以改動選舉結果 即使你當選 我都可以用各種不同的理由 你進了龍門 對不起 我覺得這個龍門要擺左一點 這個龍門要擺右一點 我有追索力 追索在開球之前的幾多分鐘 龍門怎樣擺放 完全是有能力 將我不想見到當選的人 當選了我就將他踢走 其實現在射十二馬 加時要射十二馬 射了入球之後 其實剛才那個黃牌和紅牌 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他們踢走就不算 所以加時也不算 這個大件事 因為一場比賽 我們講足球 球證吹了雞的那一刻 所有判法不能夠改變 即使你全世界二十多三十億人面前 一個萬鏡頭肯定球證判錯 都不能改變任何的賽果 不能有任何追索力 這些才是公正的比賽和遊戲規則 現在香港這種玩法完全不是的 完全是你依正規矩做 依正規矩入了局 他都可以用任何不同類型的藉口 和手段 去把自己覺得看不過眼的人 踢走 然後從心玩過 基本上你已經不尊重法律在先 那你預期法律會保障你 你明白嗎 這麼簡單 法治的概念 英國人幾百年來玩了 已經知道是甚麼事 所以在若干程度來說 就算有權的人 都會有所忌憚 原因就是邏輯 現在大家看到發生甚麼事 當你破壞法制遷就自己的時候 不要期望法制會保護你 現在沒有人會受保護 不是單方面受害 兩方面都是受害 擺明是會亂世大龍的 但是 剛才你所說的 蕭公子就是 因為英國人的高尖遠足 他知道 是經驗 撞板多你就知道 這麼簡單 但因為他有機會撞板 但你發覺在中國這麼多年來 他不會撞板 因為他不斷防止自己撞板 不是呀 經常撞板的問題 只是他今宗的記憶有限 你每次改朝換代 死的人 幾多人滾在地上 they never learn 但是滾在地上 那些是別人的人頭 別人的子女的人頭 不是他 皇室 blue blood的人頭 現在那時候 正確 他們只不過 刺別人的頭的時候很開心 他從來不留意 後邊有誰 在他拿著刀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基本上 完全是一個視覺問題 人還是人頭 不過對於人家來說 你也是人家 明白嗎 英國佬你以為沒有撞過皇帝的人頭 他們自己知道 所以拿很常理的一件事 但這個中國人是會不知道的 惡性循環永遠不會斷得到 就是說你用這個強權去壓制 消滅你的對手的時候 想清楚發生什麼事 同樣的道理 如果他想到的話 他就不會這樣做 但我正在說的是 他覺得滅的 是別人的子女的人頭 別人的血 我就染眼頭 但是就是說 你覺得 你這個追溯到7月1日 1997年 會後患無窮 他下一次再有下一波的 他就又再釋法 又要再提升社會鬥爭情緒 今次釋法之後 他故意找這樣的組織 就不找傳統根正苗紅那一群 其實是有意將這些 以往最被人看不起 甚至根正苗紅那一群都看不起的那一群 就抽起來 說你們做得好 還要由他們的口中 說給回鄉證 反對派 其實就是鑑山 多人借光 我有骨頭 由一隻狗 擔出來 送一條骨頭給你 提升一隻狗的地位 就是這樣 他以為很厲害 反效果是甚麼加科 正如阿楊所說 所以爭主席 會開始變成反動態 你狗也不用當面刮牠 會發生甚麼事 你把他同樣的弟弟 這個不單止是動弟弟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也有接觸過很多根正苗紅的人 無論你覺得他們的政治立場怎樣差 怎樣差 他們這群人的道德水平或者才幹 肯定是比現在出來的這群 甚麼愛字頭、甚麼出聲 這群是高很多 所以他們本身看到這群人的狗 他們調戲一樣非常不順 除了你有份爭寵之外 他們覺得你這群人根本就不是外國 你只不過是慎亂 火中取栗 火中取树 火中取树 根本就不是他們那種愛國 是搞亂社會 是投機分子 還有他被人擺歪 他一生人貢獻給你共產黨 像你說的根正苗紅 底有好 沒有的 沒有的 但在這個時候 你因為政治利益 這一群根正苗紅是真的有理想的 他很多是當年 他爸爸什麼都好 是真的相信共產黨是為人民的 很肯犧牲的 很肯犧牲的 然後有人的家中的父輩是為黨犧牲的 死人死亡流血的 曾主席就是了 他弟弟坐牢的 是一個中綠學生 沒錯 但是發生甚麼事呢 他亦都為香港建立了一個偉大的民建聯 但是現在你居然找這群人出來 你自己看看民建聯都還沒有根正苗紅 公聯會才最厲害 結果你看公聯會在最近的立法會選舉 怎樣被犧牲 你為了補了新進的周浩 為了犧牲王國興 然後新東更大禍 連台翹的身份都沒有 一個西環契女 擺明我懲罰選 結果呢 就推倒了鄧家彪 結果公聯會那一集出來 他們都哭了 公聯會是不是親生兒子 契兒契女兒 你又這麼看 現在 對不起 你們永遠自願自今被犧牲 不能爭辯 你看看人家現在 直接什麼什麼聲 提升到張德光 張德光政治局上排第三 習近平排第一 什麼時候輪到公聯會 什麼時候輪到公聯會 給他接見 什麼時候輪到公聯會 幫他傳話 說可以有互相性調整 再看看這個二十元章的任命 你是看到什麼事 擺明的 你還在拼命撐 最低公時 標準公時 不用想 公聯會那些人 DQ的不只是議員 這麼簡單 不是DQ的問題 他們的IQ有問題 是IQ的問題 還有一件笑話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這次幫港出聲 上去 這件事當然是令到 所有根正苗紅的 本身Blue Blood的那些 紅底人士 在香港全民有三四十萬的 共產黨員 活躍於各行各業 成為他們骨幹成員 他們都是詫異 為什麼會輪到九流 什麼時候導他們 另一件詫異的事 原來突然之間 黃恩浩蕩刺狗骨 給你回來回鄉製造 給泛民回鄉製造 原來傳說中 連西環都不知道這件事 突然之間 賺了你這個價錢 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甚至連政府 公布這件事 其實也是遲了 這個出聲 還要遲 融融啊 不是融樂奇的融 融融那天突然想起這個 不是凸顯他 就是受黃恩浩蕩恩寵 特意打一張牌給你上 回鄉製這件事 亦都是給傳統泛民 現在我叫做新出鑑纜 不接受就是你們的問題 亦都是另一種借力 把握了 會即時笑他 要找他來出聲 傻的 所以這件事 我也看得出 內部的鎮型 幫他們做事的人 有很多不滿 有不滿的時候 他就為了 這班人出來支持你 鼓勵其他新興的那些出來 他們叫做勇武 所以就特意拿其中一個出來做摩都讀 共產黨的摩都讀文化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的 農業就學大債 全國學山西的大債 工業就學大興 即是洋版 革命洋版戲 電影劇作全部只看八個革命洋版戲 就是摩都讀文化 現在就是一個摩都讀文化 新興那班請你們學他 舊那班 不只靠你們 我們還有另一些新的契仔 親生仔 可以不要的 師生仔 亦都是相同的邏輯 有些冷血小息的分析 大家也沒有留意 正如香港的年輕人 很死不滿這班老販民 其實是一樣的 即是說年輕人 為何又要拆大台 又要拆學聯 又要割蓆 又要問泛民 賣港 原因就是過去幾十年 所謂民主進路上面 無寸進 上面倒退 其實反過來 你站在北京的立場看 難道那班老外國 又交到功課 難道那班老外國又交到功課 極其量是僵持在這裏 即是張湖狀態 這班老外國結果 你看他們出來搞了這麼多年 每天在罵泛民 結果 越罵就越 更嚴重 令香港的離心傾向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傳統的老外國 因為跟港英當年鬥爭了這麼久 因為他們本身眼光見識等等 嘩 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看到2003年的時候 那位曾主席 就帶頭出來 撐23條 甚至出來 遊行那五十萬人 避五度等等 到今時十幾年之後 他說的話 是不同了另一個人 我們看到他的政治水平 是提升了 不過又有些事不如我 但我會覺得 其實那個轉捏點 都沒有那麼遲 老實 所以為何說 那班老外國交不到功課 北京有意見 早於上次政改已經出現了 其中一件事 即是不是政改的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 有人很不滿意 把我們招牌拆了 說些話不適合聽 對不起 不適合他聽 我沒有瞎過 真是放那裏 放那裏 放那裏 我們搬龍門了 不是值得林近地區認識的 我們都會的 至高無上 這件事 你明白嗎 咪咪 繼續在玩 繼續給他 你又給他龍門 唯有這樣 拆了forum 剩下決戰 你懂法 拆大台 剛剛說回那個 所謂新秀舊行 什麼家科 其實他的轉段一早已經出現了 記不記得上一次政改 搞那個什麼家科 設局區議會出來的那一刻 說是雙方 恰商 諸如此類 其實北京不是很滿意的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這件事 雖然泛民被插 他說什麼密室交易 諸如此類 說他賣港 很多東西 但其實看結果出來 從結果看 不是說原則那麼光環 諸如此類 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跟北京相反轉的 因為不停有人在寫小報告 告訴北京支持 甚至是大致表 其實沉默的大多數 才是主流意見 你給沉默的大多數選擇的話 他們會選擇外國的 結果超級區議會出來的話 又是六四 沒有改變到 三個對兩個 這次也是 一模一樣也改變不到 即是基本盤沒有改過 也就是沉默的大多數 你怎樣挖下去也好 結果也是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說 反過來 北京會激進了 同樣道理 你這幫老海國 這麼多年以來 你沒有令香港的主流民心 傾向於多果變 你明白嗎 人心從未回歸 這叫最極的 為什麼會人心從未回歸 為什麼會人心從未回歸 因為那幫老外國 他們的那種意識形態 太夠了 還用了傳統的 港英鬥爭 外國勢力 沒有離開到那個心理陰影 但到了個別老外國 真的開始有些反省的時候 那個局勢已經變得 他們都掌握不到 他們都掌握不到 還不能回歸 扭轉不到 連他見一個前港督 他都已經被人 萬箭穿心 萬箭穿心 貴席都花了 人言可惟 他已經沒有了公職了 你想清楚 如果他提早 還有你想想 他以一輩子的貢獻 他連出席一個會議都不敢 你一輩子 你不要說公過 你一輩子 那麼多功勞在身 黃袍加披 你都不敢去 還要萬箭穿心 那種令他不敢去 其實不是單一 是香港這邊 所謂泛民的陣營出現變化 同樣照鏡 其實路外國那邊 一樣出現變化 所以會愈玩愈激 這個比喻 就是武器競爭 武備競爭就是這麼簡單 你提升我又提升 兩邊鬥激 所以你陳在意對 之後又補多一句 是要打 過街老鼠一樣打 這一點 簡直是文革 純粹是一種情緒的煽動 我覺得不單只是宣洩 只是情緒的煽動 我預期未來 那些愛字頭 或者在愛字頭之下 之以外 再另一站 不知道什麼是愛 還是什麼 又會更多這些奇奇怪怪的 他們之間裏面 又可能互相打生打死 爭重 其實很多人說過 現在整件事 香港局勢 很鄰近地區也好 是文革化的 雖然很多人說 你不是拿雜包子和毛澤東給嗎 怎麼給 實際上財幹 又不能給是一回事 但的而且趨勢是文革化的 你發覺文革的時候 最初他都是 一槍大字報 炮打司令報 都起碼會用這個意識形態 作為一個籠絡的手段和工具 到後來就已經不用了 因為他已經可以煽動最底層的人 即是紅衛兵 大家都已經浩浩蕩蕩上街去 常理來 大家沒有數到一個年份的問題 你喝酒也有說年份 文革也是說年份的 現在當權的文革的時候 是什麼人 紅衛兵 才不是那些小朋友 當年的紅小兵 就是現在當權的老人家 所以這些所謂的 記憶的印記是沒有改的 他是在鬥爭的環境裡長大 但是他以為自己升了的時候 他發覺現在突然出了一班 上了年多的紅小兵 即是幫貓貓狗狗出聲的那些 即是為何他 你初時和你香港這麼多年來 其實真的需要不同的 愛國都是一種意識形態 他都是一種灌輸一種潛移物化 即是告訴他你要愛這個政權 等於你愛國 很多很成功地洗腦 但你發覺現在不用了 總之你協民稅就已經可以了 總之你不是中國人 你是中國人就要支持今次的釋法 所以為何今次幫港出聲 會走了去能夠面勝 而反而其他那些不行 真的那個矛盾去到更加深層 更加在他們內部 即不只是黃和藍的鬥爭 現在是藍裡面都要再分 偏紅的藍、淺藍的藍 以及土共香港根正苗紅的藍 以及你剛才說淺藍、根正苗紅等等 告訴你最根正苗紅的那些 他們反而在這個環境下 他們不會亂來 沒有張法 現在這幫新興那幫 他們會做一些傳統根正苗紅那幫 那些不會做的事 即是甚麼底線都可以無法 就是紅小兵、紅衛兵 你亦都可以反映北京可以依賴的力量 傳統的國外國力量 反而不太行 甚至裡面可能有些抵制情緒 我們不知道 你看到曾主席兄弟就知道 內部矛盾就肯定了 曾主席是人版 曾主席因為他在根正苗紅那些人之中 那個精神力量、地位等等 都肯定是最高的 而你是這樣 而受到這樣的對待 你猜他們真的會調戲信 但他們不會發聲的 亦都不方便發聲 他依然很聽話 一定是很聽話 不過內裡的不滿就肯定有 其實內裡的不滿 在九七之後沒有多久已經出現 因為當時我跟他們也有些接觸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人覺得 我之前幫你鬥爭港英 出聲,赤薩駁上陣 你現在回歸之後就叫我們全部收聲 要一國兩制,不光 要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些人自知朕就很吵 後來當時中聯辦的某些副主任 專門做組織上負責組織那方面的 都要親自下去拜會那些人 因為要安撫他們的情緒 那時候已經是這樣了 何況現在 但是現在有一個很新的形勢變化 就是當年這一班 又紅又專的老外國 的而且確 是跟資本家劃清界線的 所以發覺很過癮 就是又數2012年的時候 連月增被人吵了 其中一件最過癮的就是 板塊論 新板塊的構成是什麼家科 我們看看 所以如果你看看疑和團 你看看構成組合 背後的財團 財主的諸如此類 是完全跟老外國的預期 180度的 說得難聽一點 是黑金政治 是黑金政治來的 老外國不會接受這件事 也不會想像到這個形勢出現 他們完全想像不到 我見過那些 他們真的很愛國 很跟正面熊那些 在97前一些慶祝會的時候 很興奮 1997之後英國人玩完 他們真的很興奮 他們的水平就是這樣 你真愛國 你不會拿著英國護照 然後去擁護 當他們被犧牲或是失寵等等 或是其他新興那些什麼出聲 都讓他們上得更加紅的時候 他們自己也反省一點點 你們為什麼會搞到這個地步 政治工作又做得不好 自己的地位就隨時隨時被犧牲 這次抬招也不用了 反而你幫人抬招 為什麼呢 他們自己真的要檢討一下 除了曾鈺成 他們真的比較有水平檢討之外 整個他們的傳統外國陣營 都真的拿出一些腦筋 如中不是一條速路 從來都不是 很難說 況且有沒有人做這個政治工作 成為移民 泛民肯定不會做 你聽說 無常、世界變、形勢不同了 世界變這個同意 但其實就是他們的戰鬥力不足 哪方面 這班老外國 戰鬥力不足 你一把年紀老外國 你想怎樣戰鬥力 老外國都可以有很大的動員能力 周蓉也不是年輕人 但他們的確在這個時候 非常時期 需要非常手段 他們的確可以摸爛臉 但那班老外國 反而變成他們有包袱 因為他們真的和你拘離於意識形態 他們真的認為 老外國真的有潔癖 他們的潔癖更厲害 你老泛民也好 你老外國什麼 我想叫一個共狗 有人敢寫這個字 明白的 我真的很難改 他因為他的政治潔癖 他的道德光環 重於一切 而反而你看到現在 上面性的 他真的骯髒得不恨 所以你的分別就是在這裏 那是不是你自己 現在來downgrade 你自己 就能夠 achieve到 重新得到這個恩寵呢 等於很多港女上去深圳 打一些東西 拉一個皮 之後回來 老公就會撇了一個 是否真的這麼簡單 還是根本是兩個gene 兩個人 兩套基因 兩樣不同的東西呢 女人的東西當然問你 蕭公子 為什麼呢 我又不是女人 哈哈哈哈 女王那隻俠躁 我自己覺得 始終他們做得老外國也好 什麼也好 應該脫離不到他們傳統幾十年的思維模式 都是一味要如宗和做一個被犧牲的對象 我只能夠繼續 即是他們永遠只能夠繼續 是這樣的 因為脫離不到他們自己傳統的思維 這樣也好 在這個亂局裡面 有些東西你是猜得到的 哈哈哈哈 相對清晰 不過你自己看到 無論你老外國的 由那時候到現在都是 身邊他們的支持的力量 都是上了年紀那一班 現在什麼什麼出聲那些出來的 收錢的也好 自願出來的也好 也是老的那班 傳統泛民那一班 又是被年輕人插到不清晰 插到不清晰 即是說你是香港整個年輕一代 徹底失去 1997之後 北京徹底失去香港的年輕一代 即使你用人 不止民心未回歸 你徹底失去年輕一代 即使你用人口洗牌的方式 不斷輸入雙飛 什麼什麼什麼都好 這班小孩 承向香港將來長大之後 你敢不敢說他們一定會加入老外國 或者什麼什麼清社 或者什麼香港青年軍的陣營呢 龍蝦軍 對呀龍蝦軍 你覺得他們會怎樣 還是他們會變成類似那些去旺角扔豬 甚至更激 香港形勢不會變的 只會越來越變得更差 而你這一班 以為人口洗牌 其實是生力軍 可能更厲害 梁天琦他們可能最討厭他 他也是大陸出生的 好像他來香港人口洗牌 我們剛剛過去的星期 也有彭定康來香港 肥鵬 肥鵬他的演詞 我覺得也值得講一點 善字文為貴 他有個中英文的傳版 當然那天你記得台上 就有一些港英語業 台上 台上的港英語業 就令到曾主席也不敢去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但是你見到肥鵬的那個演詞 你不要理那麼多 你只是將這一套 和其餘香港的官員 過去這幾年 或者幫什麼出聲 他們的說法 他們的演詞 如果他們有其他演詞 或者西環演詞 一拼起來 那個高低 是怎樣立建法 人家也會說你從洋 當然 一定會說你從洋 但是 事實你是鬼妹仔 是 沒錯 首先 一個鬼佬跟你說的 就是跟你說論語 這個是不是恐怖 老老實實 我絕對不覺得奇怪 英國人對傳統中華文化 那個吸收的研究 日本也是 英國、日本、法國 西方國家 最先進的國家都是 對論語等等 傳統儒家思想中華文化 破壞得最厲害的 就是這幾十年的中國 有什麼奇怪的 對 你看看大陸現在改的名字 沒有什麼美感 你看看英國 改的那些中文名字 哇 白高敦、文翠山等等 為什麼個個都 肥冷脆 然後他說他1992年來香港的時候 差不多五十歲 他說在之前 他沒有讀過論語 他說不單是一個錯誤 甚至引以為恥 自此之後 他就不斷重複去溫書看論語 學習當中精湛的智慧和道德教誨 一來 第一個paragraph 就已經掛了你一巴掌 就是你們文革的破四九 是幾大一個錯誤 然後他就quote quote就是說 文是說公民 給總統、總理、君主、黨委、書記 和總督都來得重要 公民創造良好管治 亦都受惠於良好的管治 然後他就去解釋 他說你要搜尋良好管治 討論的人很多 但實際上做的人是很少 結果他說的時候 台下一個失蹤多時的良好天旗 就問問題 關於港獨 肥鵬真是很精耀地 他就說 其實你認為如果你可以在未來的二、三、五年 聽著他沒有說更久 這個才是精彩的地方 他不是說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未來幾年 未來的二、三、四、五年 能夠推翻共產黨的話 這個等於天荒野譚 他說當你在提倡港獨的同時 你已經失去了大部份的民意支持 這一個是很少人 這麼直接了當地去說這件事 但是他沒有說 十年、二十年之後 共產黨還存不存在 他只是叫香港人忍耐 這個潛台詞 在我的眼中看就是 你不就等他想 你不就等他知道 很不同的看法 的確彭尼康是看著蘇聯塌 這是真的 而且他們親自經歷過1967年 布拉格之春 當時捷共總書 我以為你說反應抗暴 不是 我忘了是六八還是六七年 當時捷克 捷克共產黨想搞改 蘇聯爲所謂華約軍隊殺了布拉格 當時帶頭搞改革的杜浦切克 大家不要反抗 因為我們見過1956年 匈牙利那項 之後捷克那項1968年 十二年前那項大項 我們等 我們一定要等 忍辱負重 一直等到1990年 叫做墮布切克 後來就當國會議長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不是說 支持港獨的彭尼康 而是他純粹是說政治現實 你的實力相差太過懸殊 懸殊得過了一份 你沒理由 而且沒有民意支持太少 雖然說有十幾個百分 但十幾個百分 畢竟不是大多數 絕對不是大多數 因為香港人又是很現實的 現在香港社會 仍然叫做OK 找到食物的時候 你叫他搞港獨 你會影響 我要開飯 但大部分人是這樣想的 除非你樓價大跌 失業率高得很強 沒飯開 變成機民 跟你死亡 這也是農民起義的模特兒 如果真的這樣 但香港是不會的 但那個變化的轉捩點 又是港獨之父的賞賜 這個話題以前是不問題 連十幾個百分之都沒有 說他們是白癡 所以你自己看英國人 已經選了幾個議員 你明白嗎 所以彭定康所說的 一方面你可以說他很銳致 也好 但至於是否等 也有很不同的看法 因為他始終不會承認香港是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如果中國民主化之後 香港會死亡更快 那些人一定會收回香港 但是有一件事 阿洋有說過歷史事件 但是沒有說過之前那些人 做過什麼家伙 的長線部署 就是忍還忍 不是只是忍那麼簡單 而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現在那些左家的光環 就是三五立粒 還是做什麼家伙呢 就是說要保持理性 要保持開放 變成那些人做了很多文化建設的事情 哈維爾 折共倒台之後 第一個民主總統 不是劇作家 就是文化工作那邊 文化工作 所以其實在東歐那個 所謂的落鐵鑊 那一個鑊的話 雖然蘇聯可以 打橫行探黑車 任你都可以 但有一件事 他們明知是摧毀不了 你不可以改變別人的思維 是 你暴力就做不到這件事 他沒有中宣部嗎 還有更厲害 有 KGB那些特務 你會不厲害 結果是輸了給什麼 輸了給教廷 教會 是的 梵蒂岡 梵蒂岡我用我的想法 去砍你 蘇聯的想法 誰贏 結果由波蘭的第一塊骨牌推你 香港暫時沒有 沒有 變成精神文明建設 共產黨的說法 叫做意識形態戰爭 所以戰爭這次 以戰論戰 別人不是沒有做部署 不只是只是忍 而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外人可能真的沒有留意到 就是他們的文化建設 做得相當深厚 所以你發覺東歐那裏 就是蘇東波那裏 一看就是 你一脫掉了鐵幕 它是完全可以自動運作的 而且國家沒有亂 不只是亂 還是更加有組織的 因為他真的在等你 他真的在等這一天 他是有準備 去等待這一天的內臨 香港現在就是 我們看到那些 姓梁的也好 不是 梁梁遊 三個人 其中亞 奇哥閃了去讀書 又說承認自己搞錯 尊於此 引起大家不便 什麼樣的 就像懷地鐵一樣 其實你不妥那件事 你當然是想推翻 這是明白的 正常的 情緒問題 你不喜歡那份工 你想轉工的 你不喜歡他的兒子 你想飛掉他的 明白的 但是你會不會是 遲了那份工 發覺原來那份工 是宇宙之間唯一的份工呢 或者你飛到那兒子之後 你發覺 只剩下一個男人 原來就是他 你不會的 你不明白嗎 你沒有個Back-up 你沒有個Plan B 應該不止沒有Plan B 他只沒有Plan A 如果他現在出來道歉 說那個宣誓事件 玩大了 好 問題是當初他拿到 兩個議席的時候 這麼意外成功 他有沒有冷靜地想想 可以怎樣利用那個議席 沒錯 沒有 我們一早說過 他從來沒有想過 怎樣利用那個 已經到手的議席 我們一早說過 你進去的對手是誰 請大家看清楚 沒錯 別人鬥爭血腥 鬥爭一百年 無所不用其 有一點點不幸言中 所以難聽過是撿到金档垃圾 你知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 我們今次 有一點點我反而會留言 很過癮的 不是撿到金档垃圾 為何會這麼輕率呢 這件可能會不老禮 我真的會說 包括很多左膠座 我都會吵他 就是過去十幾年 流行了一件很過癮的事情 流行了什麼家方 哎 兒子 媽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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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這十幾年發生了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就是在蛇魂的圈子裡面 出現了一個潮流 就是快樂抗爭 很多人很喜歡這件事 很成功的創意 說了很多事情 快樂抗爭的結果會有什麼家科 就忽略了一件阿養 提醒大家 有讀歷史的應該會留意 你面對什麼對手 是 有很多人誤會了快樂抗爭 之所以為之有效 在於蘇聯已經解體了之後 盛餘的東歐國家 甚至盛餘的中東國家 在那個沒有蘇聯老大哥 撐腰的情況底下 你所謂的快樂抗爭 在那些時空底下是有用的 你反過來看看 你蘇聯還沒那麼當之前 你不要跟他說 東歐可以搞快樂抗爭 明白嗎 這是假象 抗爭從來不快樂 抗爭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 你問問老共 他們的抗爭和鬥爭 什麼時候沒有快樂 你聽聽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的時候 他們沒有快樂 你看他們黨內鬥爭才恐怖 跟國民黨鬥爭都沒有那麼恐怖 黨內鬥爭才恐怖 你吃大閘蟹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樂 因為它已經蒸熟了 上了台了 你可以吃完之後 把蟹砌出來都可以 但是蟹還在走著 倒到一地 夾著你的腳趾的時候 你不會快樂 所以鬥爭的概念很不同 揚港那一隻 是中共的鬥爭意識形態很暴力 死人嵩嵩 陰謀等大堆 但是你看看東歐當地 人民圈子的鬥爭形態 它不是這個 它是正常文化建設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是兩種東西的鬥爭 但是鬥爭的手段 目的是完全反過來 一方面是極力去摧毀你的人性 另一方面是極力去保存你的人性 這才叫做鬥爭 人性鬥爭的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 當你搞快樂抗爭的時候 是完全忽略了你面對 什麼人跟你在鬥爭 你經常想 總之我很有創意 引起大眾注意 多點讚好 甚至今次說 拿到選票 也很有用 在選票之後 你做些什麼呢 他完全沒有鬥爭意識 沒有建設任何的意識 可以說他連計劃A也沒有 我覺得他是有鬥爭意識 因為他將他的鬥爭 是流於口號 我們這麼多年來 最討厭的那些 支聯會那些 唱歌和喊的那些 居然在他兩人身上 他說他很討厭人家 這個行禮如儀 但是居然他進入宣誓的時候 他真的是行禮如儀 這些就是 新一代變成網上打飛機的一代 叫做鬥花落抗爭 不能面對現實世界 網上打飛機 突然間僥倖讓你成功了 你就以為繼續這套去 很行 結果就招頭爛額 沒錯 所以我看到彭定康在台上 第一天應該是港台的時候 有另一個鬼佬 對不起 我的記性真的很有限 我真的不記得他是誰 但是他是很直接了當地說的 他說你選到 你當然要進去才做事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白白的浪費了選民對你的寄望和那張票 為什麼連計劃A都沒有 他也是行禮如儀 我說他比較壞 粗俗和直接 有一個聽眾 我不開你名字 我會給你 他試過有一次 因為我發覺他聽決戰中華 是當作工具書 按掣我要聽什麼 你們馬上說什麼 有一次我剷掉他 之後那個人就很記憾 也沒關係 我的點是 為什麼我們要講一個題目 我們是由我們的鋪陳去講的 我們不同的講法去講的 就是說 現在 為什麼我跳到這個題目 為什麼我講這個人 我忘記了 詩緣 不是的 我忘記了 在講 為什麼選了進去 我會返回地方 就是肥棒 台上有外國提他 是 你選了進去 不記得了 我待會記得再說 對不起 你當然是選了 其實這些 行禮如儀 就當作行禮如儀 當年 老毛的鬥爭高手 就是蔣主席萬歲 我叫你萬歲又如何 讓你威脅到盡又如何 學一下 我去到戰場 我才會見真章 不會的 你不會有戰場看到的 他是在背後開槍 他在同一陣線 說到槍口一致對外 他在你後面開槍 射你背部 這樣你才撒傷你夠大 我想說什麼 梁梁柔比上海女人更蠢 上海女人不蠢 上海女人很聰明 為什麼呢 他在未嫁給你之前 他什麼都會做 韓國女人 台灣女人 上海女人 都是聰明 香港的女人最蠢 一天到刻跟你說真真真真真真 我是這樣 我第一天就是這樣 你永遠都對著 這條子永遠都對你很不滿 然後他就被大陸妹搶了 我怎麼會不知道大陸女人的手段 未結婚之前他做什麼都可以 包括我媽媽當年也是這樣 我爸爸在我面前假裝我媽媽當年 拿著一杯奶奶奶奶喝喝喝喝喝 結婚之後我動起腳在桌面吃飯 你當然是入了議會才抗爭 我提到聽眾 他就勸我 就說我去到各個地方 都賺到各個國家 我看回他喜歡我們日子很短 即是FORUM開了之後 你真的沒有聽以前的決戰 我是印度都賺的 為什麼呢 你不喜歡這個地方 你去就去吧 對不對 你不喜歡就不要去 你去得到 你當然覺得那個地方有好 你才會去的 那我今次去上海 我都見到上海有他好的地方 他當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不代表我不知道上海的女人有多恐怖 還有上海黑暗那面是什麼 我知道 我怎麼會不知道 如果不是那麼多年來 那麼多人叫我去上海開餐廳 我不開白人次 我當然知道他有問題 但不代表有問題就是問題的 全部兼100%只有問題 他也有他好的地方 現在我們說的政治現實是什麼 所以那種意識形態 就是缺乏鬥爭的意識形態 導致第二個很重大的政治缺陷 政治能力缺陷 第一 有潔癖的就是不要玩政治 明白嗎 你這麼喜歡光環 你這麼喜歡開心 你不喜歡和人所謂同流合污 你又不會討價還價 關上訪問講數 你都不喜歡 那你怎麼搞政治 但是如果香港人有政治潔癖 譬如民主黨當年就是 因為入了西環密室談判之後 就被認為是賣港黨 那如果是這樣 那你怎樣 你面對群眾 就是這麼高的政治潔癖 沒有人叫你西環拉上訪問講 為什麼你不去上環拉上訪問講 或者中環拉上訪問講 即是說你的政治能力是有限 這個不是政治潔癖 是政治能力有限 政治能力有限 明白嗎 明白嗎 即是硬的政治人物 都會令你覺得他很性潔的 真可憐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組織的 你不是有頭有面的那個人 那條老餅 從頭到尾他玩完的 你沒有人做物事的 你沒有人做針的 你沒有人收風的 你沒有人跑腿的 你沒有人弟子仔的 你沒有政治組織 你說什麼政治能力 廢柴禮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泛民經常被人叻叻 就不是說他 即是密室談判那麼醜樣 而是說 為什麼連做一場戲都做不得像樣 永遠都是那幫老人 動在那裡 千年不化 那樣 就是民主之父 民主之父是六八九 當然是他 等於是梁耀忠那個 就是老泛民的 當真是給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給你一個位置 他立刻說 專身射個三分球 入自己的龍門 真是拿命 你完全沒有政治能力 明白嗎 是時候說說最近小小的卡斯特朗 OK 說了一些外國事 開心事 不算開心事 有些人說是少桑 九十歲了 二他的人 就說他是少桑 為什麼呢 大佬你九十歲的人 你一輩子都做了 全世界都做不到的事情 對他自己親口說 如果以這個逃避暗殺 作為奧運行目的 他正在拿金牌 六八幾次 在這種情況下 你說不是少桑 是 否則有些死人美國佬 黑色幽默 你真是 否則有些死人美國佬 黑色幽默 又彈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說 就是三幅圖畫連續落 他什麼時候肯死 他經常死不去 他什麼時候肯死 他說 當美國佬佬的日子 我就肯死了 然後特朗普上臺 哈哈 President Trump 終於 噢 這是笑喪忍的意思 對不起不好意思 不是因為有人死了 我會笑 對不起不是那麼容易 極惹笑容這件事件 卡斯特朗就是 色奴歸主 雖然他是無神論者 他給本相片上帝 古巴的人很愛戴他 這是真的 哭了 大佬 主流是 有部份是 例如走了美國 認為他是獨裁者 的而是有他的敵人 這個平成怡人兩邊都有 總體來說 的而是古巴的老百姓很喜歡他 是啊 放假的 要去吊宴 去吊宴 還有我覺得 要評價這個人 即不是北韓那隻阿昌子 那些是兩回事 那些是另外的 我們評價卡斯特朗 我覺得 或者可以跳出一個比較意識形態 例如你不要管 自由民主還是共產主義 首先革命理想到現在都應該有 尤其是古巴那種 因為他革命之後 他革命到底之外 他未至於出現 亞洲或者蘇聯那種共產革命之後的恐怖血腥 北韓到現在 你看看 哇 多恐怖 那些人的腦袋不知怎樣 你選了毛澤越南 到了中國 到了蘇聯 死是多少次 是億人計的 有系統的謀殺自己的人民 是吧 但是古巴這個共產國家 他話在共產黨 但是他未至於出現這個 蘇聯和東方專制的那種 東方式暴力 東方式共產主義那種暴力 這個不是 是吧 還有他在古巴相對來說 比較多人同情 因為你看看他一個這麼窮 而又被美國在上面頂住 而又制裁這麼多年的第三世界國家 他上台之後 他怎樣清除義己 怎樣鎮壓也好 這個我們當然是 絕對是 不符合現在我們的民主或者人道的意識 但是他那個 用有限的資源 搞全民教育 他識字率很高 還有這個基層醫療 還能盡量保障得到 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甚至在一些富裕國家 都未必做得到 所以他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其實很多時候都參考古巴那一套 因為你要用美國那種有錢人玩醫療那一套 甚至那些藥都貴到你飛起 那怎樣用最窮佛的資源 來改善教育和醫療呢 這件事也會為一些窮的第三世界國家 提供到一些出落 當然 古巴的經濟是怎樣呢 這幾十年來仍然是非常落後 除了受美國制裁之外 在共產主義國家之中 有哪一個的經濟空間可以搞得起 所以我們看到 共產一般都是享受貧窮的 我的說法是 所以現在他都要開放 古巴有少少不同 古巴 不是不是不是 說真的 很過癮的 你真的研究一下古巴的經濟歷史 諸如此類 或是經濟政策歷史 他是有做過很蠢的事情 跟所有共產黨都一樣 但他那種蠢的方式 是好心做壞事 他不是真的發瘋做壞事 不是那種 是傳聞連鋼的 沒有他的份 或是有預計做壞事 是要餓死你的 是要糟糕你的 是要糟糕你的 反過來 他做過 其實說得難聽一點 只是一件蠢事 就是試過有一段 他推人計劃經濟 學了老母 學了這個史萊姆那招 好學不學 盡量種蔗 生產堂 他是用這些堂 希望換取很多經濟的收入 諸如此類 結果就令到全世界堂價大跌 餓死不少人 他也是受害者 他也是受害者 這個也跟他少少殖民背景有關 因為他不會吃太多 他當年被殖民的時候 然後就是以一個生產堂的主要基地 很多殖民國家都是這樣的 這裡種咖啡 那裡生產堂 這裡供應奴隸 因為要供給帝國使用 因為帝國是將他們的生產 分配到不同的殖民地 工廠有不同的生產鏈 所以他的經濟基礎 到獨立之後 加上巴迪斯達的獨裁統治之後 他還未跳出殖民框架 變成他最殺食的那樣 他又沒有食油 所以他就為了靠借 後來就改得很快 這是很神奇的 他真是真心改 所以他不是真心教 真心改 他真的知道你不能夠靠以前的 所謂的帝國那種經濟的營運 他只不過是把帝國的主子 由歐美變成騷亂 但他亦都有一件事 古巴卡斯特羅有一件事說得對 也不是完全說他錯 什麼歷史判我無罪 主要是美國把我們推向蘇聯 跟當年的越共有些相似 說法是一樣的 越共當年是不想跟美國人開拓 更加不想投向中共 因為最大的威脅是北方越南 但你最終美國人選擇要砌我的時候 我沒有選擇 我只能夠投靠中共 到越南統一之後 中共向我開拓 我唯有去投靠蘇聯 美國都走了 所以古巴跟越南可能當時都面對相同問題 就算我想跟你美國改善關係 你美國怎樣反應呢 所以他可以選擇的情況亦真的不多 所以古巴相對於其他共產國家來說 他是比較多人同情 當然跟現在近十幾年的反全球化 截古華拉形象也很有關係 截古華拉當年就是跟卡斯特羅兄弟一起打江山 死剩十幾人在山上繼續捏 一直到現在 不過截古華拉比卡斯特羅還要浪漫 他不做官 去非洲教人打游擊 然後搞不定就跑去玻利維亞 死鬼埋 好像殉道一樣 所以古巴有少許殉道氣味 所以整個古巴被人想起 就是一個反抗強權 革命精神 但我覺得整件事是浪漫化了 他們自己都很浪漫 他們自己很浪漫 西班牙人 對 他的國際形象都被浪漫化 因為當你反全球化 當你覺得到處都是美國人 你自然會覺得與世無爭很不同 其實和你事無不單一樣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們撇到他浪漫的一面 其實他有他做得好的地方 你說他醫療或教育 至少他是一個天主教國家 就是耶教的文明 之下他不會出現 中國共產黨式那種 能夠草奸人命 和人命是賤的 總之別人的兒子死就沒有問題 他沒有這件事 他又是像剛才蕭公子所說的 就是蠢 你犯了致命的錯誤 但是他的致命的錯誤 在他還沒流血失救之前 他能救回自己 這個也是 有某種程度上來說 都是一種意識形態 鬥爭意識的安排 因為除了反叛之外 其實有一套很過癮的電影 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 是 情是夏娃娜還是惡門 惡門夏娃娜 不是哈那瓦 大哥 好巧合 夏娃娜好巧 先不說政治正確 先不說 先算吧 其實就是一個美國的音樂家 是一個真正的作品 走回古巴 找回當年 那隊最著名的樂隊 就是這個 在Bona Vista Club裡面的樂隊 然後找回那群老人家出來 循迴遠出 很過癮 但是那個 音樂故自然是一件主線 但是同時可以發覺 很過癮的質疑是什麼 就是那群老人家 如何過生活那幾十年 好像呂王所說 很多都是很虔誠的 他是一個精神寄託 這是世外的東西 很善良的 很過癮的老人家 很神奇的 很善良 變成說 他兩夫妻 好像恩愛 經常在月光底下跳舞 那些 你和你想像中 那個鐵幕極限 那當然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變成說 真的 如果你說要保存 你的國家文化的話 這個你可以看到 正水依然在 依然在 變成現在 你變天也好 怎樣也好 你會發覺他沒有了 就正如呂王所說的 就是你沒有了 血腥、暴力、殘忍 沒有人性的 沒有的 因為他的文化本身 就是很熱愛生命的 在這樣的文化底下 你想怎樣暴力 暴力不出來 明白嗎 所以變成說 在這個文化背景底下 你再加一些浪漫上去的政治 是會做蠢事 是會做蠢事 但你發覺是有底線在那裡 他的做錯事和做蠢事 不是出於政治需求 他不是為了籠絡 和為了統一的政權 穩固的政權而做的 他真是蠢 但你人蠢 就是你我的人生 一樣是會做蠢事 蠢事 但我們不會想 commit suicide 我們不是真的想 把我們的愚蠢的錯誤 帶到一個致命的地步 所以他也是那句 你要知道土壤不同 為何這個嶺南出荔枝 然後東北出人心 為何不調轉 因為氣候土壤不同 而就算共產主義 他曾經稱霸地球 四分之一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落墨 生根出來的東西 就不同了 效果不同 他去了古巴 他出了野教文明 浪漫 那些人是冷冷散散散 其實他是一個很賤 我這麼說 他是一個很好的版本的菲律賓 其實菲律賓也是很接近的土壤 西巴拿文化 都是冷冷散散 吃個午餐三個小時 還要睡三個小時 晚上11點才來吃晚飯 然後睡幾個小時起床 不願意上班 當然是生產力不足 但你看到裡面的人 其實過得是否開心 他又開心 菲律賓 法律指數很高 對 香港的法律指數很低 你很生產 你說世界生產的地方 香港、日本 自殺都很高 所以為什麼說古巴的個案 都是回到剛才那件事 鬥爭意識的問題 重點是甚麼加科 到底是否能保存到文化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可能被人摧毀或毀滅你 其實就是你的文化 一個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以色列建國 不論他對與錯先書 為什麼可以建國 就是因為他自從羅馬滅了之後 那兩千年 無論如何流離失所都好 他的文化沒有斷 他的猶太文化堅持下來 很厲害 唯一一個可以做 另一個文化 你剛才說到東歐 我們發覺羅馬天主教那邊 那些共產國家 例如波蘭等等 他的文化、宗教的意識 是特別強的 所以他們在轉型的途中 或者在共產黨統治的期間 那個災難相對來說是低很多的 他是納粹的災難大 就是人禍的災難 對 納粹的不算 我們是說戰後的共產 最得人驚的共產 當然是在蘇聯那裡 而更得人驚的是中國 而學了中國 亞洲土壤底下 學中國的柬埔債 又過之無不及 北昂 這個土壤越向東變 越得人驚 古巴屬於羅馬天主教那邊 相對來說 西方文明走得比較前 他的基礎相對來說也比較好 所以人道災難各方面沒有那麼恐怖 所以變成古巴的共產革命點也好 你說他如何拆散 經濟如何落後 整體來說 很多人仍然對他的印象是不錯 當然絕對不可以說他是一個理想的國度 不可以過份浪漫化 起碼他還有很多難民走到美國 如果生活好的 為什麼要走去曼亞美亞那邊 他本身真的有些不好的地方 而且他為什麼要搞經濟改革開放呢 是窮的嘛 真是窮 窮不是出路來的 不要把貧窮浪漫化 絕對不要這樣 There's nothing romantic about poverty 記住 我們不是說我們要做暴發 但是好像古巴已經去到一個 不能不改革的地方 所以 還有為什麼 古巴的革命精神 有那麼多人喜歡 因為拉丁美洲受美國的壓制太過恐怖 美國有一件事是很壞的 就是他自己國內對自己人民相對來說 當然是好些 但是你在拉丁美洲 他很多時候 推出獨裁者 幫他做代理人 之後 還有一個獨裁的家族 可能是幾十年 以前好像古巴的巴迪斯達家族 還有尼加拉瓜以前的那個 尼加拉瓜 我一時不記得那個家族 索摩茶 又是幾十年家族 那樣統治 類似福利賓的馬可斯家族 那時候 美國人來做這些 然後 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地主 莊園主手上 結果很多地方的人 連喝淡水 吃水私有化等等 水資源被人壟斷 連喝淡乾淨淡水也很難 你是不是南美洲的資源 去貧乏到這個地步 罪案率又那麼高 瑞羅瑞拉還有石油 出產 那你是壓榨 一般民眾壓榨得太厲害了 美國人 而且你要知道 拉丁美洲是一個很強的革命傳統 從墨西哥到阿根廷 他們當年是怎樣爭取獨立的 在西班牙手上 所以他們這個革命鬥爭精神 還有一個他們有革命的理由 始終是令人覺得 他們怎樣壞也好 他們還有一個值得尊敬的地方 但我們絕對不能夠追求浪漫化 尤其是我們現在看香港這些 其實真的有值得反抗的地方 反抗浪漫化 就叫快樂抗爭 他不是卡斯特萊這些 那些真是勇武的 二十幾歲就搶警察局的槍 他打中督府 打中督府 二十幾歲 還不是很搭友 只有幾十人 死剩十幾人上山打遊擊 這些是真正勇武 但從來沒有快樂抗爭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請客吃飯才來大家快樂 舉杯酒開心 何時有請客吃飯 他叫你買單 你就不要跟我說快樂抗爭沒有這一套 還有你搞清楚 現在香港人的對手 所有共產黨裡面 我夠膽死說比赤箱更恐怖 就是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比赤箱更恐怖 赤箱都倒閉了 中國共產黨還存在 還有他是完美的獨裁 你發覺他是越來越 他的洗腦工程是越來越成功的 越來越多人 包括在香港 那些人會禁制 就會上身 就會中毒 就好像某一套 忘記了荷里活片 是他在你裡面 進入了一種病毒 還是一個晶片 我忘記了 總之他一禁制 會全部一起集體病發 所以就說 這是文革的基因 是的 還存在的 你想想香港過了這麼多年 你在香港享受了156年的英國統治 他沒有民主 但他有自由 你發覺已經非常足夠 其實如果兩個必須選其一 我一定是選擇自由的 我不是選民主 因為民主你發覺 你美國的民主 你選擇什麼 你選擇了特朗普 你明白嗎 特朗普可能是下一個列根 可能 但他沒有太誓言 所以現在還是觀摩 這個人還沒見到他 幾天 不是幾天 是12個小時 做了幾個U-turn出來 突然之間又說不敢 又說不敢 全部都可以推翻 我不知道那個人 可以瘋到什麼環境 總之 說回來 如果香港人 不能夠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 你自己的文化 傳承 說了一萬次 香港其實只是西藏 一樣的 但中共當年對西藏 殘忍過對香港 原因是因為西藏 沒有反抗意識 為什麼一個宗教史然 他不會殺生 你明白嗎 他不會跟你勇武 他不會傷害你 根本 還有那時候 還沒有互聯網 那些人不會放上Facebook 沒有外國記者 會在這裏走 我又這樣說 退一萬步說 就算你有外國記者 所以說什麼 你看八九六世發生什麼事 就知道 有記者 所以什麼 現在就能否斷 說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他現在幾百億 這樣審去英國 審去美國的時候 或者在泰國又想起高鐵 周圍起高鐵的時候 那些人會不會再過問他八九六四 不會的 所以他現在的銀彈攻勢 在洗全世界的腦 他國家的人民已經被洗腦 這個時候 我們香港人能夠自處的 所以我覺得彭令康的原來之音就是 你就是要耐心等候 而等候的時候 蕭公子剛才很重點說的 就是你不只是等候 over night it's gonna happen and you're gonna fucking celebrate 拿你那支醉舊的champagne出來 搏掉它 不是這樣 而是你這段時間 你的統籌 你的準備 你怎樣迎接這件事 將來有一個smooth transition 因為I have no doubt 中共會在我的lifetime想想的 但是它倒閉的時候 我們怎樣takeover 而不是已經被它成功直入了 我們已經變成東從下草 那條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是從定草的部分 現在中國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你還分不分到中國和中共的分別 全部拿著外國護照 是啊 因為你已經見不到文革之前的中國是怎樣的 你明白嗎 因為它已經成功地潛入滲透 只是重草的概念 而你香港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重草 如果你不想的 就是你真的文化建設 那裡要做得很重要 所以幸好今次選委會 這個藝能界 都叫做保得住 所以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拜